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4月27号 南都记者从泰国杀妻骗保案被害人家属代理律师处获悉 被告人张某凡一方已放弃上诉 目前张某凡已从普吉监狱转投泰国南部的大型监狱服刑 据南都此前报道 2018年10月29号晚 天津女子小杰在泰国普吉岛一酒店内遭遇不测 其丈夫张某凡随后向泰国警方承认杀妻 警方调查发现 在小杰生前 张某凡曾私下为妻子投了十余份保单 保单金额达2600万 2019年12月24号 该案迎来宣判 被告人张某凡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